我的自信回來了 從一開始錄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到現在什麼都有 然後那個客人很感動 覺得他很好人 我是一個很喜歡在日本買DHC supplement的人 因為DHC supplement在日本買 是真的便宜很多很多很多的 而且香港好像沒得買 所以我在日本每次都會大量搜購 其實我很多款都有吃過的 就是維他命B、維他命C 或者綜合維他命 其實我買了兩款 因為自己這兩款本身都吃光 而且這兩款是麻布 連著吃是會漂亮的 這是我覺得 而且上網的人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維他命C和膠原蛋白 因為維他命C有維他命C 而這個膠原蛋白是有維他命B的 其實兩人一起吃根本都有足夠的維他命 我特別想說的是 其實這個維他命C 我很多年前去日本的時候 其實到處都買到的 但我想說我這次真的找了很久 我是運行很多間藥妝 還有激安 然後也是找不到這包維他命C 我後來去到一個很遠很遠 沒有什麼人的地方的藥妝 才可以找到維他命C 然後我就馬上買了三包 其實這個維他命C真的很便宜 是300日圓一包 他有60日份量 就可以吃到 吃到半年了 但我特別想說的是 其實他這裏是說 一日吃兩粒 其實我平時是只會一日吃一粒 沒有讀過擺 我現在是上網看 而且我都相信他這個說法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如果不是呢 記得告訴我 其實我是不會的 就是因為我上網看 有些人說 一個成年人 健健每日攝取量是45mg 最高攝取量是12mg 它一粒是有500mg 如果你吃兩粒 就有1000mg 但維他命C是一個水溶性的維他命 它是在身體製造不到的 但如果你吸收太多 它是會排出體外的 最明顯你看到它排出體外的方法 就是你促尿的時候 那些藥是黃色的 所以其實我每天都不會吃兩粒 我只會吃一粒 這三包東西我應該是吃到一年 那這一包粉紅色的呢 就是絕取至魚類的膠原蛋白 那它就聲稱吃了它 就可以保持著青春啦 美顏啦 美容啦 這些功效的 那其實你問我有沒有用呢 我只可以這樣跟你說 我覺得吃了會安心一點 而且它又不貴嘛 那為什麼不吃呢 好 現在說的就是一個 3 cons 3 cons 這個你 1米 3 cons 裡面的東西大部分都是300日圓的 那當然也有些是貴一點點 可能是1000多日圓 那當然那些東西就不同一點啦 我這次就買了這個 一架 那它都是300日圓 那我就覺得 嘩 超划的 300日圓一個架 雖然我不知道可以放哪裡 但我都買了回來 那都是300日圓 那就是都是為港幣20多元 那當然買了回來 那是一架 那一個基因 那其實很多大商場都有的 那所以大家看到就一定要走 那我自己是極喜歡逛這些 100日圓店 300日圓店 那你會在裡面找到一些想東西 和找到一些有家用的東西 而且它都有一些 衣服、化妝品等 講完300日圓店 就講一下100日圓店 100日圓店真的超便宜 每次港幣700日圓 我今次去了一間 在鹿兒島中央赤隔離的 EON MALL 我以為裡面的一間會叫Daiso 怎知不是 叫做WAS 但我想說它比Daiso更漂亮 雖然買的東西的種類也是那些 其實Daiso有的東西 它也會有 但它的產品是比較特別的 譬如有些產品是Samuel系列 有很多Hello Kitty 肉桂狗、布丁狗等產品 它的產品是比較精緻 我買了幾樣東西 我剪了這個 冷青春頭之後 當然經常要捲的頭髮 所以我買了一些捲的 都是100日圓 香港的捲都好像十幾元只一顆 這個有兩顆 為什麼我買這個呢 因為平時的捲是魔術貼 然後捲著 我會睡覺 但第二天 我不知道我有多難睡 捲是變了 脫了出來的 我覺得可能要買一些比較實的 我就看到這個 它是捲完之後 然後就可以夾著它 我會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夾完之後 會不會脫 如果都脫了 我會很懷疑我自己睡覺 究竟粉成怎樣 那這個就是 100日圓有兩個 7元一抽橡筋 有多少條呢 2、4、6、8、10、12條 重點是它的顏色 那些大地色 不是普通黑色的 那7元12條橡筋 這些就是顏色 其實我應該多買兩顆 因為這些很快用完結 那我本身自己也很喜歡買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即是膠紙、貼紙等東西 那我看到這個也是100日圓 那是類似報紙的 那都是7元 所以我就買了一卷 這個也是100日圓店的產品 因為它超漂亮的 又是有一個雲石的櫃 但就有很多雲石的產品 那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那其實我就買來墊我的桌子 那因為覺得如果就算鋪層 那我就這樣拿這個去洗 都很方便 那它的雲石超漂亮的 可以站著我的MacBook 我的MacBook也是雲石來的 這個也是100日圓店買 不過就是在Daiso買的 那我為什麼買呢 是因為純粹想安裝著鏡頭 那因為它有些棉 那這樣放進去 再放進我的手袋 那應該保護性會比較好 那還有有些隔位 那就可以放SD卡 那其實它貓裝就不太漂亮 那就是貓貓的 那也是100日圓 買了 買了這個elastic band 因為它就這樣放進去 那我看到它的粉紅色很漂亮 那就決定買了 那就希望可以在家裡試試做運動 好像很方便 那我看到它說 一條這樣的膠 那可以練到你的胸肌 練到你的腳 練到你的手 那 那 嘗試一下吧 我希望我會用 兩支潤唇膏 但是原來它這麼便宜 我看到它好像是70多日圓 那樣 然後就買了兩支 70多日圓 那是多少錢啊 5元港幣 為什麼這麼便宜 不過因為我是一些 慢慢睡覺都要塗用更高的人 所以我應該都會用得很快 那我今次去日本 那其中一個任務 就當然是找口罩 那其實真的 其實就算去到一些很荒蕪的地方 其實都是被人掃光的 一包難球 不是一包 是一罩難球 而且其實很多消毒產品 都是沒有了 那其實都是很難找的 那我就看到這兩樣東西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它們是否可以消毒的 因為我看它後面 是完全沒有說是有酒精 這個東西 還有多少度 那但是它 這個寫著消毒 那還有它後面的圖畫 是暴雨之前 然後吃東西之前 還有不知道什麼之前 那我們覺得 它應該都是有消毒的成分 那我就買了 但是我又找不到它 是有多少酒精 那我也照買了 那其實在日本 是完全找不到 這些便葵式的消毒酒精 那我去到 好像是TOKYO HANDS 然後就看到這兩支東西 那它就只剩幾支 其實我想它本身是很多 英文字母 ABCDFG 那我只剩幾支英文字母 那我也照買 那我當然是買A 是我的名字 那我就買了這個 後面我又發現 它應該不是消毒酒精 它有一個香字 我現在決定試試 真的香味來的 為什麼 它有一些都不便宜 好像是500日圓 30多元一支 我以為是消毒酒精 不是啊 有消毒味 有酒精味 很開心 它是有酒精 還有香味 很幸運 三十多元一支 一支香的東西 真的 我在日本也很喜歡 在香港有的店 就是UNICO Jiyu 和無印 因為那些品牌 在日本買是更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開開 看到是真的要進去逛 就好像我在無印看到這個袋 這些是1000日圓 港幣70元而已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布袋 其實沒有東西 裡面都是素色的 但是它的尺寸是很大 而且裡面是有些分隔位的 很喜歡這些分隔位 除了錢包、鎖匙 放在這些位置 就不用亂找 尤其是這些大袋 前面還有兩個格 又可以放一些雜費 1000日圓 其實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如果有的可以告訴我 不過我覺得 我買的應該是便宜 在香港買的 然後在UNICO也是找到很棒的 就是這件衣服 其實也是很簡單 UNICO的款式 但是它就說是一些 春季的新衣服 我想其實香港之後都可能會有 其實它也不便宜的 因為都成2000日圓 再年稅 但是我又怕它知道 香港沒有這個款 那我就先買了 之後呢 我就在激安買了一頂帽 其實我本來也很想買帽 我們這次都看了很多帽 但也沒有一個適合自己 或者很喜歡的 但在激安看到這頂白色的帽 還有它有一個A字 又是因為我的名字 然後馬上買了 很喜歡告訴別人 我自己的名字是甚麼 都戴上身 而且我覺得它的帽子也不錯 我的自信回來了 和一開始錄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到現在什麼都有 好 然後呢 就是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都是吃的 那我也說一下 其實我買得不多 一吃的 因為我本身對吃沒什麼興趣 那就有這個 好 這個是我很喜歡吃的朱古力 就是這個 Ensindor Belly朱古力 香港也有的 不過我看到它的包裝很漂亮 而且100日圓 還是200日圓 就買了回來 而且它是獨立包裝 所以每次開出來幾粒 剛剛好 而且我很喜歡買即食的咖喱 因為我是很懶 而且我是挺劣食的 我可能隨便開一包咖喱 然後再拌個白飯 我就可以一餐 那我今次就買得少了 真的買得少 買得少 買得兩盒 那這個呢 這個是牛 我想應該會不會有牛肉 燒熱它 或者可能會燒熱它 然後就吃了 那我就有一個硬 那這個就是一個蕃茄咖喱 我又看到幾特別 那我就買了 怪得我涼包 不過不要緊 有香港的Donky 我們可以在香港的Donky 買回來 這個也是在東京Hands買的 其實我之前上網也有看過 就是這個拆膠 裡面其實它是白色的 它就聲稱你不停地拆 不停地拆 拆到就可以拆一個富士山的形狀出來 但對於我們這些 現在不用再用圓筆的人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變成富士山出來 或者可能要留給我的女兒 即是幾十年後 送給她用 因為她才是200元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富士山的人 那我又去這個蒂湖神宮 就是這個宮崎的蒂湖神宮 因為我很喜歡買寺廟裡面的符 或者吉祥物 我又很喜歡兔子 那我看到這個兔子的吉祥物 我就買了 希望可以帶一些好運給我 這個是舞蹈神宮 就買了這個符 其實我是不捨得開的 因為我覺得它很可愛 很漂亮 而且我不開 我就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是好不好運 那我就可以保持這個神秘感 話說我去了一個舞蹈神華之里公園 一個攤檔仔 那攤檔仔 那攤檔仔就放了一些貨物 還有一些紙牌 然後突然有一個大風 就吹走它的東西到地上 那我走過 我就幫它撿起來 然後應該是老闆就走了出來 那他就說謝謝我 然後就拿了這些幸運石 就是他本身拿來買的 說送給我 然後他就問我什麼名字 原來他就想把我的名字放進去 不過現在看不到的 然後就刻了我的名字 在這個幸運石上 然後他就問我哪裡來 然後我就說Hong Kong 然後他突然看著我 然後他就鞠躬 他說Hong Kong people 加油 然後那一刻很感動 我覺得他很好人 然後他就再送了一份禮物給我 然後就拿了一條鐵絲出來 然後就捲兩東西 就變了一輛單車出來 然後就說present present 這樣送給我 然後我就覺得很窩心 多謝世界各地的朋友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都要加油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我的朋友 可以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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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